这一段珍贵影像,记录了民国时期各大军阀人物,我们来一起欣赏。 蒋介石,国民党当政时期的党、政、军主要领导人, 一任黄埔军校校长、国民革命军总司令、国民政府主席。 1926年,蒋介石任国民革命军总司令,同年开始率军开启北伐战争。 曹坤,中华民国直系军阀首领,1923年因重金收满敌人, 会选而被选举为第五任中华民国大总统。 蒋介石北伐后,曹坤归府,成为国民革命军陆军一级上将,驻军保定,被称为保定王。 吴佩甫,民国时期直系军阀首领,西海革命时,在曹坤手下任第三师师长。 曹吴在北洋军阀时期结成军事集团,只称直系军阀,蒋介石北伐后逃至四川。 张作霖,人称张大帅,民国凤隙军阀首领,1924年第二次直凤战争胜利后, 张作霖打进北京,任陆海军大元帅,代表中华民国行使统治权,成为国家最高统治者。 因为互祖国统一,拒绝和日本人合作,于1928年6月4日,乘火车被日本关东军炸死, 史称黄孤屯事件。张学良,奉系军阀首领张作霖的长子,黄孤屯事件后, 张学良既任为东北保安军总司令,1928年,坚持东北意志, 随后通电全国,宣布遵守三民主义, 服从以蒋介石为首的南京国民政务,后任中华民国陆海空军副司令,陆军一级上将。 冯玉祥,民国时期西北军阀首领,蒋介石的败把兄弟, 中国国民革命军陆军一级上将,由岛哥将军,沃伊将军之称。 阎西山,晋系军阀首领,1930年中原大战失败后逃往大远, 1932年恢复国民政府,并被任太原绥靖公署主任, 重新掌握山西军政大权,被称为西北王。 冠奇瑞,晚西军阀首领,号称北洋之虎,是袁世凯的接班人, 1916年至1920年为北洋政府的实际掌权者。 冠!